從我相信說話 南克 華僑湃遍 蠻牛船南 也是豪富冷藍煙 一本上到周圍 有報告一問 從我相信說話 南克 華僑湃遍 蠻牛船南 也是豪富冷藍煙 一本上到周圍 成都春溪路是成都最古老漢繁華的商業街 也是中國著名的商業街之一 它就好比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重慶解放碑 廣州北京路 南京湖南路 武漢江漢路 哈爾濱中央大街 香港銅鑼灣及台北西門廳等 春溪路由春溪東 西 南 北路四條步行街組成 但成都人口中的春溪路並不直直 明村中有春溪二字的街道 通常還包括政科假象 小科假象 首奧北街 鼠奧中街 北新街 中興街 麗芝巷 青年路 唐九龍巷 成首街 延伸向及紅心路三頓隧道上方的步行街 春溪路廣一上指以它為中興發展起來的春溪路商圈 探蓋了總府路以南 上東大街以北 紅心路以西 岩四口以東的區域 民間歷來有百年春溪一桌 但春溪路實際由四川軍閥養生於1924年才建成 不過到今年2024還剛好是100年了 清朝時 成都東大街有鼠中第一屆之稱 十分繁華 1909年 清宣統元年三月初三 總府街口以金營洋貨為主的券業廠正式開場 並迅速成為成都的重要商業中心 1924年5月26日 揚申公路成都 並成為四川都里 準備施行新鎮 而修馬路被視為新鎮要點 有人提出 市民從東大街去券業廠 要經過很長的洋場小道 十分不便 小道一旁 是清代的暗茶使衙門 清完後 衙門廢製 在空地上出現了胡亂搭建而成的店鋪 揚申於是下令 將衙門和沿街店鋪拆除 從東大街到券業廠之間 修建一條南北巷的馬路 這之後揚申派出大批士兵強行拆遷 當時老成都有名的吳老七賢出面請揚申緩建 都未能如願 但總府接附記要訪老闆鄭少傅 是法國領事館的翻譯 殷同揚然的關係 成為了唯一沒有被清拆的建築 從而影響了春溪路的走向 所以在中山廣場主 春溪東路和春溪溪路 春溪南路和春溪北路都相互錯開 哦 原來側遷釘釘子戶早就古來有之 馬路建成之後 揚申請前清舉人江子瑜為馬路取名 江子瑜為討好揚申 給是新馬路命名為深溪路 但不久 揚申在他發起的同川東軍閥流江的混戰中私利 逃出四川 江子瑜又建議後取老子到的金鐘 眾人熙熙 若想太勞 若春燈台的典故 改名為春溪路 暗指此處為繁華商業的區域 春溪路分東信南北四段 揚申在顧問的建議下 在十字路口處P了一個街心花園 並在中設立春溪路建路紀念碑 1927年 北拔運動開始後 四川宣布擁護國民政府 並在紀念碑上塑造了孫中山先生的戰力銅像 中山廣場因此而得名 春溪路匯集了眾多品牌的各類專賣店 以及擁有眾多的中華老字號商場 眾多屬於中華老字號的成都名小吃 比如 中水餃 奈湯圓 夫妻廢片 含包子 龍操手 都聚集在這裡 同時也聚集了諸如麥當勞 肯德基 必勝客 他跟達斯等快餐店和眾多咖啡廳等 中華老字號商店包括 康德利中錶店 精益演進行 福開文文具店 鳳翔樓及成都同仁堂等 大型購物商曾有 太平洋重工百貨 一騰洋華堂 伊士丹百貨 黃福井百貨 第一層商業廣場 Novo百貨 YY聲道百貨 樂聲購物中心及群工百貨等 文革時期 破釋舊運動開始後 1966年8月24日 孫溪路被改為返帝路 由於其在成都的特殊地位 這裡成為了成都紅衛兵活動的主要地點 春溪路上的所有封建主義 資本主義色彩的店名都被改 譬如張鴨子被改為自農飯店 夫妻廢片被改為創新飲食部 新上海造巷館被改為紅衛巷館 賴湯圓被改為成都湯圓等 文革後夕 政局趨於安定 由於商品齊缺 春溪路失去了往日的繁華 毛主席畫像和雨露佔據春溪路上的商店櫥窗 但幾乎所有日常生活用品 都需平跳鎮購買 改革開放之後 春溪路逐漸恢復了往日的繁華 1992年9月12日 春溪路夜市首次開張 一個夜市攤位轉手就可以賣15萬 1993年 太平洋百貨春溪店落戶春溪路 是最早進入成都的外置百貨 所以這次看到王朝日園 很多人都積積得到 沒有多錢 會不會去年輕人 這個我們一樣都沒有看 很棒 但是我們不想 會不會餓 非常棒 這麼非 買幾個 我們不覺得 我們不想 但有 鸡蛋 2001年4月24日 见识近十年 我民众外的春溪路越市成了历史 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 改造后的春溪路宽敞了许多 道路由花岗石与房谷地砖铺就 主街的交汇处 就是有名的中山广场 过去在这里发生过很多奇有名的事件 2005年4月2日 下午2点30分 在春溪路中山广场有民众举行反日签名活动 随后大批民众聚集日本卖场 成都一滕腰摇滑堂附近 民众高呼口号 一滕关门 抵制日货等 并且高唱中国国歌 发布大量反日传单 聚集民众超过3000人 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40分钟 后来警察赶到 封锁了广场 并拱播劝散人权 2020年4月6日 13.25分 一男子在凤翔楼池都毁坏财物 被警察发现后 该男子持到拒捕袭警 13.12.19分 警察开枪将该男子机伤病控制 随后将其中医救治 成都警察真nice 这要是在美国 还不一枪毙命 美色如是让春溪录成为名副其实的川级美女打望地 选择一个舒爽的天气 坐到春溪录中山广场春先生从向下 你瞬间可以感受到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重要性 要记得配备性能良好的数码相机 无限春光 密尺存照 处同浮雕春溪录老字号掠影 由16.22米的浮雕组成 分别表现广东刀剪店 星星新纹色 商业工信院等16个老字号店家 机构的场景 是一组的铺设于春溪小广场几个路口的地下 红桌春溪录开届以来的商业史和风俗化 既新颖又不占空间 品牌又要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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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must happen 我曾想要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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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 up 饿 饿 h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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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雕塑作为城市文化艺术的构成部分 代表了这个城市 这个地区的文化水准和精神风貌 优秀成雕作品以永久性的可视形象 只每个进入所在环境的人 都沉浸在荣重的文化范围之中 感受到城市艺术气息和城市的脉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每个时代都给人以不同的思考和借鉴 产生 清新 春七路擺放的現代彩繪人物雕塑油 打電話的行人還有購物的美女 匆匆趕入的上班族 景城市景圖 該牆壁將當年成都券夜場的老店 老街、老人、家儀藝術組合投影於牆上 看似朦朧不清,隱約可見,也是一種歲月祭 觀賞雕塑,有人影像投入拋光的花崗石中 好象人的影子和歷史影子重合 這組現代彩繪人物雕塑立於城市公共場所 他在高樓林立、道路縱橫的城市中 起到環節音建築物集中而帶來的擁擠 迫塞和呆板、單一的影像 用於城市的裝飾和美化 祝同圓雕插間而過是專為紀念春溪路改建合社 體現的是春溪路從1924年開街到2002年改建完成的歷史 老人代表著老春溪路商人、老成都人 時尚女郎則代表著現代女性 他們兩人在同一條街道插間而過 予以春溪路從歷史中走出,向未來走去 但不知後來為何現代女性的雕像被移除了 較為經歷史的宣布 因此,去年終有了 我們明天第二個街道 很明顯一點 前面有景風景的雕像 但已經飛了今後 和戰爛的陰雕像 人十二十六個天 每天都有 人十九九年 你十九年 都過去 然後 最好的標準 所以大家也比較安造 其實看標準 比方一個更高的 所以大家也有 很多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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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溪路總店吃一碗正宗的龍操手吧 一姐疲乏 歷經一百年歲月的洗禮 這條曲自西來朗網 如登春臺美的商業街 今天已經成為成都魅力的代名詞 從多方面延伸著它的影響力 它是成都的時尚公告牌 一個世紀的商業人氣和成都美女都流進這裡 它是成都的流行文化站 全國的街頭、潮流和品牌 在這裡跳動著同一幕 它照亮成都的夜宇宙 並點燃著整個城市的浮華 成為成都的時尚之星 它照亮成都的夜宇宙 並點燃著整個城市的浮華 成為成都的時尚之星 謝謝大家